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微信里的真相 2017年12月7号晚上九点多快十点的时候 河北省邯郸市警方接到了报案电话了 说出了大事了 晚上十点 几辆警车还有120救护车都开进了邯郸市的一个小区 上到这住宅楼的四楼 在一户房子里边 就能够听到一个女人正在那低声的哭着呢 在卧室的床边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在那躺着呢 早就没有呼吸了 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遗憾的宣布 已经死亡很久了 抢救无效 请节哀吧 警方呢到现场这么一看 就感觉很奇怪 死者上身啊 衣着是完好无损的 下身呢盖了一条白挂子 据报案人说 当时发现死者的时候 死者的裤子被拖到了大腿那儿 死者呢 叫刘梅 二十八岁未婚 报案人呢 是刘梅的妹妹 刘梅的妹妹啊 当时发现姐姐一扇不整 倒在床上 吓坏了 第一反应 是姐姐遭到了强奸 随后报了警 其实 早在当天下午五点多 刘梅的妹妹就已经知道 屋子里边不对劲了 那他为什么过去五个来钟头 这才报警呢 怎么呢 得从当天下午四点说起 有一个装修工人叫张健 他是死者刘梅的好朋友 张健那天下午四点 接到刘梅的电话 约他到小区里边修地板 张健跟刘梅 以及刘梅的妹妹 认识好些年了 关系呢 一直也不错 那天下午五点来钟 张健来到了刘梅居住的小区 可是敲半天门呢 也没人开门 打刘梅电话啊 也没人接 哎 怎么回事啊 这不刚才明明约好的吗 怎么家里没人呢 张健坐在楼梯口那 不停的拨打刘梅的电话 在这期间呢 又敲了几次门 看一直没人理他 他也感觉奇怪 透过门缝 就看见屋子里边啊 还亮着灯呢 可就是没人回应他 随后他就联系了刘梅的妹妹 告诉他 说你姐啊 约我到家修地板 结果我打电话也没人接 敲门也没人给开 屋子里边还亮着灯呢 不过当时 刘梅的妹妹还上班呢 也没多想 就没有引起重视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张健呢 自己就回去了 因为是朋友啊 所以张健回到家之后 心里还是不踏实 不停的联系刘梅 到了晚上九点多 始终没联系上 感觉事情有点不对 这才和刘梅的妹妹 一起来到小区 打开房门之后 就看见刘梅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死在了床上 疑似被人强奸杀害 但是警方的技术人员 经过现场勘察 没发现任何打斗痕迹 房门也完好无损 所以嫌疑人应该是以和平方式 进入到室内的 对刘梅实施了杀害 随后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 刘梅死于机械性窒息 她的脖子上也确实有掐痕 不过呀 别看裤子被人退到大腿那 但她没有被人性侵 体内没有发现男性的经斑 这就奇了怪了 没有遭遇性侵 为什么死亡的时候 裤子会拖到大腿下边呢 这个问题暂时不好解释 这时候警方啊 就关注到了张健 尽管说张健和刘梅的妹妹 是一起报答案 但是她有一些异常的表现 最让人奇怪的是 她说她在这屋外的楼梯口 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 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 但是这楼梯里边 她是没有监控的 没有办法证实 各位 试想一下啊 您说去谁家 敲门 敲半天 始终没人开 您会等这么久吗 另外啊 如果你发现不对劲了 为什么 从发现异常情况到报案 中间经历了四五个小时 为什么要这么久 警方就怀疑这一切会不会是张健 在那固弄玄虚 他会不会就是凶手 张健眼瞅着自己被警方怀疑了 人家呢 倒是心态挺好 不着急 不忙慌的 接下来啊 他就开始详细的跟警方说了 他这几个小时的行踪 张健同时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线索 第一张健在赶往刘梅家的路上 接到过刘梅打来的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时候 他说呀 因为误操作点了录音件了 所以呢 那个电话的内容录下来了几秒钟 那几秒钟的通话非常的奇怪 就听刘梅在那边说 张健快 你快过来 电话是刘梅打过来的 声音也是刘梅的声音 听环境的声音呢 还很嘈杂 听得出来 刘梅当时很惊恐 由于电话只有几秒钟就挂了 所以张健一开始也没在意 后来找不着刘梅 这才想起这件事情 听了录音之后 更觉得其中有问题 其次 这个电话是下午五点左右打过来的 而法医确认的死者死亡时间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左右 时间是相互吻合的 这也就说明 刘梅打过来的这个电话 很可能是求救电话 那时候的他正在遭遇袭击 这么一来的话 似乎张健的嫌疑就要被洗清了 这段录音呢 对警方来说很重要 而接下来张健又说了一件事情 更是给破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就在他守在单元楼道里的时候 不断打刘梅电话的时候 房子的大门突然打开过 一个四十多岁年纪 头发秃顶 有点胖的男人 从刘梅的家里走了出来 张健不认识这男子上去就问 你是谁啊 我刘梅姐呢 那男的一愣 啊 我是装修的 刘梅去对面买水管了 男人这么一说 张健倒也不怀疑了 因为确实房子正在装修呢 进进出出的工人很多 张健呢 并不全认识 虽然有点疑惑 但是也没有为难这男的 就放这男的走了 因为刘梅不在家 他呢 也就没进去 如今呢 警方认为这个男的和刘梅的遇害 可能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离开的时间 跟刘梅死亡的时间 也很吻合 警方又调取了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 根据监控显示 当天下午四点十六分 刘梅骑着自行车回来 进入单元楼之后 就再也没出现过 而这个秃顶的男人 早上十点多 就进入这个小区了 随后一直进进出出四五次 似乎就是一直在等着刘梅的出现 案发现场显示 这男的不是暴力破坏门所进入的 因为门所没有被损坏 那他如果能够和平进去 他就应该是刘梅的熟人 那找刘家人看看吧 看了一圈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警方又纳闷了 一个二十八岁 年轻漂亮的未婚女人 一个是四五十岁的 秃顶中年男人 他们俩人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 通过监控录像 张剑辨认出来了 拍下来的那个秃顶男人 就是从刘梅家里出来的那个 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杀害刘梅的嫌疑 几乎就成为事实了 可是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为情啊 为仇啊 还是为钱呢 为什么连刘梅的亲妹妹都没见过这个人呢 警方啊 专门派人盯住道路监控 追踪这名秃顶男子 离开案发小区之后的去向 另外一方面呢 针对刘梅的社会关系 民警也展开了调查 那能不能顺利的查到这名秃顶男子的身份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一方面呢 找民警啊 继续盯着监控 希望能够确定这名秃顶男子的行踪 另一方面呢 就是派人调查刘梅的社会关系 在刘梅的手机上 警方啊 发现有两个微信账号 其中一个账号登录之后 里边只有一个好友 只有一个好友 各位 咱们就是平时社交在手 您琢磨琢磨 手机里边也不可能只有一个联系人呢 那家人还得有几个呢吧 对吧 最要好的亲戚朋友得有几个呢吧 显然这刘梅 是在用一个专用的微信号 在跟这个人聊天 而这个人呢 网名叫家心 家庭的家 温馨的心 为什么用专用的微信号跟这人聊天 很明显就是不愿意别人发现这对方的存在 或者说刘梅和这家心之间的关系有些特殊 打开俩人聊天记录看看吧 12月6号也就是刘梅遇害前一天 这家心呢 连续给刘梅发了好几条语音 语音的内容一听上去呀 似乎俩人就有着什么特别深的矛盾 是充满着怨恨的 那家心到底留的这些语音都说了些什么呢 有一条是这么说的 这可能是我最后的留言吧 从始至终为什么要骗我 我真的搞不明白 但是我现在可能明白了 你太自私了 你为了你自己一点私利 你来哄骗我 你于心何人呢 你长得是不是人心呢 很明显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每个字每句话都透露出来的这种愤怒 对刘梅的这种怨恨 那么家心的身份到底是谁 通过技术手段很容易调查出来呀 很快就查清了使用这个微信号的人 叫张鹏 50岁就是邯郸本地人 那让张健辨认一下吧 看看这张鹏的户籍资料照片 跟你那天见到的人是不是同一个 张健一看没错 就是他 在结合微信语音的内容 警方初步认为张鹏是因为情感问题 杀害了刘梅 2017年12月8号中午11点 也就是案发之后的第二天 张鹏在居住小区门口 被警方顺利抓获 可是抓他的时候啊 抓捕组的民警就发现 张鹏的手腕上 有用刀被割过之后的伤痕 经过问询这才知道 张鹏是打算自杀 没死成 张鹏在家里啊 还留了封医书 就是想割腕自杀的 可是失败了 被警方抓获之后 在审讯室里张鹏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 那么张鹏和刘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2017年8月份的时候 张鹏通过微信附近的人那个功能啊 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刘梅 一开始啊 俩人就微信聊天 张鹏对刘梅印象特别好 感觉刘梅不像是外边那些很随便的女孩子 可以更深入的交流 过了没几天 俩人私底下就见了面了 因为离的也不远嘛 虽然他们相差20多岁 但这一回见面啊 聊的挺好 彼此印象都不错 听说刘梅喜欢喝红酒 张鹏当天晚上还送过去了一箱红酒呢 可是就在这一天 刘梅啊 突然就向张鹏开口了 借两千块钱 既然美女开了口了 张鹏又喜欢人家 那必须答应啊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借钱了 之后俩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腻乎 到了十月份 刘梅和张鹏就同居在一起了 在这期间 刘梅甚至一度住进了张鹏的家里 也就在这个时候 刘梅第二次向张鹏开口借钱 这一次可就上了万了 他说呀 父母正筹钱在老家给他买房子呢 可钱不够 想找他借几万块钱 应应急 张鹏啊 就告诉警方说 在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刘梅 这一回又借给他了 过一段时间又有别的借口 继续借钱 就这几个月 张鹏在刘梅身上花了十几万 刘梅啊 一直跟他哭穷 说在邯郸也没住处 老家吧 经济条件也不好 吃苦受罪的 随着俩人交往的深入 张鹏啊 在这段感情里也是越陷越深 可是刘梅对张鹏是越来越冷淡 别看张鹏五十了 跟个小伙子似的啊 这叫什么呀 恋爱脑 是吧 不停的向刘梅表达着他对他的爱 在查证过程之中就发现张鹏对刘梅感情很深 经常在微信上一大段一大段的啊 就表达自己对刘梅多爱多爱 说的那些话呀 哎呀 都有点个应人 你知道吗 可是每一回刘梅给他的回复 特别简单 就是那种啊 我知道了 好的 哎 就感觉没有这种情感的回应 直到有一回 因为一点矛盾 张鹏一冲动 掐了刘梅的脖子 刘梅呀 正好想找个借口呢 以此为由就提出分手 为了和好 张鹏无数次的道歉啊 无数次的买礼物 想方设法哄刘梅 但刘梅呢 不原谅他 确实不管张鹏之前对刘梅如何 动手 这就是错的 刘梅这也不搭理他 张鹏就知道这段感情啊 是彻底玩完了 没戏了 张鹏现在感觉无比的郁闷啊 钱掏出去十几万 基本上家底都快掏出去了 人也没落着 人才两空 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他就跟刘梅摊牌了 行啊 分手可以 那这几个月 我花在你身上的钱 你得还给我 刘梅显然不答应啊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啊 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刘梅啊 还说出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刺激张鹏 俩人一闹分手 刘梅就搬离了张鹏的住处 这时候张鹏才发现 哦 我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我都不知道刘梅原本住哪 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骗我呀 为了找到刘梅 张鹏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找到了刘梅所住的这个小区 当时他一直还以为刘梅是住朋友家里呢 因为刘梅每回都向他哭穷 说自己在邯郸没住处 其实这就是刘梅自己的住处 刘梅自己的房子 这一天呢 张鹏又来到刘梅住的这小区门口 房子里边也没人 就在准备走的时候 看见大门上贴着一张水费催脚单 夜主兰的名字写着刘梅 给张鹏气的呀 不说在邯郸没住处吗 不说穷困潦倒吗 感情一直骗我呢呀 早就在邯郸买了房子了呀 根本不是身无分文需要我救急呀 张鹏这一下是怒火攻心 于是11月6号在微信 说出来那些狠话 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刘梅呢 并没有回应 到第二天 刘梅下午4点多 回到家里 进去之后也没关大门 张鹏呢 这时候顺手拉开门就进去了 刘梅正在卫生间上厕所呢 张鹏冲进去 就掐死了刘梅 最后把尸体拖到了卧室的床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梅死的时候 裤子被拖到了大腿那 因为上了厕所呢 那刘梅到底从张鹏那拿过多少钱 张鹏说有十几万 但人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 因为在调查过程之中 只发现微信转账记录有三万多 没有张鹏说的十几万那么大的金额 到底真相是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什么 也只有张鹏自己知道了 最终啊 50岁的张鹏因为冲动不理智 断送了刘梅年轻的生命 而自己呢 也因为故意杀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2020年6月20号 外国网友在国际版抖音里面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叫做亨利的外国用户上传的 从头像来看啊 这个亨利 他应该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在视频里 亨利带着另外三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来到了美国西雅图 一处沿海公园里 几个人有说有笑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很快 他们踩着礁石来到了距离海边很近的位置 果然找到了一个黑色的拉杆式的行李箱 但是箱子显然被水泡过 已经吸满了水 看到箱子 亨利在视频里说 说是一个R字母开头的APP 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的 然后呢 他们就在这里找到了这个行李箱 在看到这个箱子以后啊 有的小伙伴们还说 说这行李箱里面该不会藏着一笔钱吧 总之呢 在众人的玩笑声中 他们靠近了这个行李箱 其中一名女孩找了一根棍子 小心翼翼的把行李箱的盖子给掀开了 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 黑色塑料袋 不知里面装了什么 女孩刚想凑过去仔细的看一看 结果一瞬间啊 一股难闻的恶臭扑面而来 女孩赶紧骂骂咧咧的退了回去 拍视频的亨利看了 也凑过去闻了闻 也马上退了回来 这个恶心的味道啊 让这四个年轻人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出于保险起见 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去翻动 也没有破坏行李箱 而是选择了报警 报警几个小时以后 当地警方才姗姗来迟 然后亨利的视频就结束了 警察不让拍了 不过后来啊 亨利在自己的视频下面评论说 说这次经历让他感到非常的害怕和震惊 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常见的恶搞视频 故意在制造气氛 然而直到几天之后 一则新闻报道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当地电视台的新闻表示 那个黑色的行李箱里面装的 是两具不完整的人体残骸 事实证明是有人遇害了 在发现了尸体之后 当地警方又在附近的海域 做了几个小时的打捞和搜索 果然又找到了好几袋尸体碎块 幸运的是呢 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尸体的衣物 衣物口袋中 警方发现了死者的身份证件 由此得知 这两名死者分别是35岁的杰西卡和27岁的温娜 他们是一对恋人 最近呢 正在筹备结婚 但是没想到竟然双双遇害 经过初步观察 这两人都是死于枪击 温娜身中六枪 杰西卡身中一枪 他们在死亡之后 又被凶手残忍的分尸 这两个人的死因呢 咱们暂且先说这么多 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啊 包括亨利在内的这几个年轻人 他们和死者都不认识 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 在这里有尸体的 难道单纯的就是巧合吗 警方认为这种可能性啊 不大 因为根据行李箱被海水浸泡的时间判断 他应该被扔在这里有好几天了 而且这个地方呢 也算是一个热门的景点 一直有很多游客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个箱子呢 由此警方猜测啊 亨利和他的伙伴们 有可能是知道一些死者的情况 甚至有可能和这起案件也有关系 然而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几个月之后 警方通过调查锁定了真凶 凶手是杰西卡和温娜的房东 62岁的迈克尔 原来啊 两名死者租住在迈克尔的别墅里 每个月的房租是1500美金 在2020年 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 美国经济不景气 温娜和杰西卡 他们的公司拖欠了很长时间的工资 房租也就交不上了 这让房东迈克尔感到非常不满 迈克尔多次催缴房租 但小两口呢 实在是拿不出钱 双方爆发了多次争吵 2020年6月9号 双方再次爆发争吵 邻居们也听到他们家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在后续调查中 警方在迈克尔家里 也发现了大量血迹 大量弹壳 以及指纹 经过比对也确定 血迹属于死者 子弹也和死者中弹的痕迹相吻合 那么证据确凿 迈克尔被抓进了监狱 但是迈克尔和亨利他们不认识 也就是说呢 这起案件自始至终 都和发视频的亨利 没有半点关系 那么亨利 他是怎么知道在海滩上有行李箱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 在他的视频里就能找到答案 刚才咱也提到了 亨利在视频里说 说他们是被一个字母R开头的APP 指引来到这里的 这个APP 它的全称音译过来 可以叫做兰多纳提卡 这是一个户外运动探险类的APP 亨利说 就是这个玩意儿 把他们指引来到这片海滩的 那如果说是一个APP 让他们来到这里的 那么大家又有了新的疑问 这个软件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知道尸体所在的位置呢 这个软件啊 非常神奇 从官方给出的简介来看呢 这是全球第一款 由量子技术生成的探险类软件 它会使用量子随机数生成器 来生成一个本地区的坐标 玩家呢 就可以去坐标的地点去探险 也许在那里就会有一些发现 那么看完了这个介绍啊 相信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 咱们都调侃说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肯定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没用的垃圾软件 骗流量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量子力学领域 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人的意识会和外部世界 发生作用和反作用 这种说法有专业的逻辑加以佐证 量子力学的元老级人物 冯诺依曼也支持这样的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呢 是比较复杂的 它涉及很多专业内容 在这呢 咱们就不再展开说了 那么往简单的说 其实这款软件呢 就是用所谓的量子随机数 来生成一个地理坐标 使用软件的时候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在抵达这个坐标之后 就能够找到你心里面想的那个东西 简单说就是这个软件啊 能够让你梦想成真 这么一听好像有点胡扯 但是从软件用户的反馈来看 它好像真的非常神奇 比如说刚才那个亨利 亨利当时在使用这软件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是旅行 结果到了坐标地点 就发现了那个行李箱 还阴差阳错 引出了一起刑事案件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美好的 比如有人心里面想着是爱 但是去到坐标地点之后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可是不经意的一抬头 发现天上有一块新型的云彩 让他感到非常惊喜 非常温暖 比如还有人想要一只小狗 结果就在坐标地点那里 看到了一只流浪狗 所以说这些经历看起来 好像真的能够梦想成真 可是这好像就属于玄学的范畴了 为什么一款普通的APP会有如此魔力呢 但从外表来看的话 这个APP其实是平平无奇的 它是一个猫头鹰的形状的图标 打开软件之后 它会自动定位 并且加载目前所在地区的地图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选择一片指定区域 接下来选择想要寻找的坐标的类型 有三个选项 分别叫做异常 吸引点和空洞 根据它里面的介绍 说这三个选项 是根据APP估算的量子浓度的高低来划分的 浓度最高的是吸引点那个选项 最低的是空洞 而量子浓度越高 这个地方能够梦想成真的概率就越高 选择其中一个 最后选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个选项 因为随机坐标 就是从这个大学的量子随机数生成器里面生成的 在一切都选择完了以后 系统就会生成一个地理坐标 让你去探险 那这款游戏它之所以会和量子力学产生关系 是因为在游戏玩法当中明确提到 当你在生成地理坐标的时候 在等待过程中 需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次探险的目的上 比如你心里想的是小狗 那么软件就会为你定位到一个有狗的地方 如果说你心里面想的是有趣的好玩的地方 那么软件可能会给你定位到一个游乐场 当然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么软件可能会指引你去一些阴森恐怖的地方 相信我们说到这儿啊 很多人还是难以相信 因为这听起来确实是有一些灵异色彩 可是亨利他们呢 也确实在这个软件的指引下 发现了行李箱 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刚才说了 警方对那起案件已经查清了 这案子和亨利他们没有任何关联 换句话来说呢 亨利确实就是根据软件的指引 最终找到了这个行李箱 所以很多人就猜测 说有没有可能 是这个软件背后的开发者 他早就知道这起案件的情况 所以说故意给出了坐标呢 让用户们去找那个行李箱 于是警方就找到了软件的作者 约书亚格勒菲尔德 而约书亚的解释也很迷惑 首先他表示用户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用户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比如这个用户想要一只小狗 对这件事情开发团队和系统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这个系统不可能会根据你的想法 去主动的匹配一个坐标 它肯定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 这个作者也说了 说自己和团队也不知道那坐标里面都有什么 因为用户的意念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抓取到的坐标的结果 也就是量子力学里面那套所谓的意识决定物质的理论 所以说亨利他们的发现呢 仅仅只是巧合 或者说当时他们心里想的除了旅行可能就是和尸体有关的东西 所以最后才找到了行李箱和尸体 虽然警方听的也是云里雾里 他们也搞不清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 但至少在对软件作者调查之后呢 警方也排除了软件作者对案件知情的可能性 所以这件事啊 他真的就变得非常离奇了 于是借由这起案件呢 这个APP也迅速火了起来 大家渐渐发现啊 这个东西似乎真的有神奇的魔力 非洲一个女性用户 家里不久前刚刚丢了一只狗 他心情很糟糕 接着他就打开软件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可此时他心里想的却都是那只走丢的狗 然后软件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坐标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他和朋友下车一看 周围除了沙漠什么都没有 可是等了几分钟 远处忽然跑来一只黄色的小狗 虽然这不是他丢的那一只 但这只小狗呢 却非常粘人 好像非常喜欢他 最后只能把这只小狗带回了家里 所以说这事呢 他就是这么的神奇 这种温暖人心的小发现 也让大家越来越喜欢 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 不过 随着APP的用户越来越多 大家的经历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其中有一些让人无法解释的现象 还有一些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经历 2020年8月 一位50多岁的女性 罗琳突然火了 她是一名护士 她的抖音上通常发布的都是一些搞笑视频 直到那年8月份 她在女儿的安利下安装了这个神奇的软件 这个软件让她有了一段诡异的经历 和其他用户一样 她用这个软件随机生成了一个坐标 接下来她和女儿以及女儿的一个朋友 一起展开了探险 生成的坐标在一片树林里 他们三个钻进树林 走了好半天 才走到了坐标地点 这是在树林的深处 他们发现这个地方 有一个用石头堆起来的十字架 十字架的上面 还盯着一张女人的照片 在架子上还写着一些神秘的数字 和不知所云的字母 在十字架旁边 还放着一个好像水壶一样的东西 而更加诡异的是 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和罗林 长得非常非常相似 这把大家吓得不清 赶紧离开了 因为当时他们也跟风拍了抖音 于是这件事情呢 就马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大家都觉得 这应该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有一些网友仔细观察了 那张女性的照片 发现照片上面 其实有一个名字 写的是唐纳让奥科克 然后网友们就顺藤摸瓜 找到了这个女人的信息 得知这个唐纳让奥科克 他早在1983年就被人杀害了 死在了加拿大 当时只有34岁 这案子至今都没破 那么由此看来呢 那个十字架呀 可能就是有人用来纪念这位死者的 虽然现在大家搞清了 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没有一个人解释 为什么软件会如此精准的定位到十字架这里 为什么偏偏是和死者长得很像的罗林 来到了这里 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除了这类巧合以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恐怖的 听起来像是鬼故事 有一个叫做马特的年轻小伙 也下载了这款软件 抱着猎奇的心态 他随机生成了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呢 也是在一片丛林里 于是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丛林附近 当时呢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马上就要天黑了 于是他急匆匆的走进丛林 希望尽快找到位置 看看有什么 在到达坐标地点之后啊 小伙发现有一辆废弃的汽车 从外表看 应该已经废弃了十几年 甚至二十几年了 周围全都是树木 把车子挤在了中间 他走过去 想仔细地去拍一下这车里面的样子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忽然听到附近 传来了一声人的喊叫 他十分警觉地左顾右盼 但是周围呢 一个人都没有 可是就在几秒钟之后啊 不知从哪儿 传来了一声呼救 救命啊 帮帮我 那个声音啊 既遥远又飘渺 把小伙吓得赶紧跑出了丛林 他把这段经历发到网上之后呢 有不少网友都来了兴趣 都让他再回去看一看 毕竟说不定真的有人需要帮助呢 要说这小伙子还真的是挺勇敢 当天晚上天黑着 他又重新回到了那辆汽车旁边 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有人需要帮助吗 但是喊完之后啊 但是喊完之后啊 没有人回应 随后他又绕着汽车走了两三圈 但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于是他就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一次啊 他有了更多的发现 首先他发现旁边的地面上 有一件黑色的T恤 还有一个装着水的塑料瓶 然后呢 还有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玩具 有玩偶的脑袋 有坏掉的音乐盒等等 这些东西看起来 应该是不久前刚刚被丢弃的 联想到下午他听到的声音 他心想也许有人真的在这里遇到了危险呢 也许他真的需要帮助呢 于是他又壮着胆子喊了一声 这里有人吗 几秒钟之后呢 他似乎隐隐约约的听到了某些声音 但是好像又没有 总之呢 就是非常模糊 这让他顿时感到有些害怕 四周漆黑一片 让他再次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他选择停止探险 迅速离开了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当小伙子把这第二次探险的视频 再次发到网上之后 有网友提取 并且放大了他最后听到的那段 似有似无的声音 才发现 那确实是有人说话的声音 而且那竟然是一个小孩的声音 那个小孩在问说 你要和我一起玩吗 虽然不确定 这声音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自自己的视频 但这确实也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让他的经历顿时火了起来 虽然有很多人都表示质疑 认为他在作假 但是更多的还是对这件事情 表示惊叹和恐惧 可以说 随着软件用户的数量越来越多 大家遇到的诡异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有人表示 自己开车到达坐标地点之后 明明看到了在车后面 有一个老人在遛狗 旁边还停着一辆红色的越野车 可是当他打开倒车影像之后 却发现影像里面并没有老人 也没有越野车的影子 还有人表示 自己使用软件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和平 然而到了坐标地点之后 却发现 那是一个地图上没有标示出来的小村庄 而且奇怪的是 小村庄里面所有的门窗全都紧闭着 似乎一个人也没有 无论如何 这些离奇的事件是越来越多了 虽然其中有一部分的确是有造假的嫌疑 但是肯定也不至于百分百全都是假的 那如果排除假的 剩下那些真正的离奇的遭遇 又该如何去解释呢 对于这些疑问 软件的开发团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说 人的思维会对量子随机数生成器的输出产生影响 从而生成一种有意识驱动而成的坐标 也就是说 游戏的开发团队认为 人的意识会影响现实世界 因此有人觉得这个软件或许正在研究某种量子力学背后的科学 是一个试验产品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 认为这些巧合可能只是因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太强了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个人内心的偏好和想法在作祟 当抵达坐标地点之后 人们就会无意识的去选择和搜集各种有利的细节 从而把遇到的事情加以片面的解释 给人一种十分巧合的假象 比如说 有些用户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 心里想的是美食 结果软件的坐标呢 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垃圾桶 而不是餐馆或者饭店之类的 于是这个人他就在垃圾桶里面翻找 最后找到了一块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就这样 这个原本和美食一点关系也不沾边的探险 强行发生了某种巧合 好像真的找到了所谓的美食 但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 是你的大脑预先给你下达了一个寻找美食这样的指令 然后呢 在接到指令之后 你才会在坐标地点附近 有选择性的展开所谓的探险 虽然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往往意识不到 但是在潜意识里 我们会下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 会影响着我们 总之 在短时间之内呢 这款软件迅速爆火 大家的评价也两极分化 但是不管它是真是假 背后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其实就像开发团队在软件介绍里所说的 这个软件呢 说到底 它仅仅是一个工具 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走出家门 走到外面的世界 感受生活的美好和乐趣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阳光的 当我们走出家门来到某一个随机的坐标点 能发现什么 完全取决于用户本身的想法 要知道 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目的地 而是整个旅途的过程 这也是开发团队想借助这款软件告诉大家的 至于说真的会有什么人的意识 影响量子随机数的生成 这些就是更加深奥的道理了 现在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说 由这个软件所引发的一系列离奇的遭遇 它到底是真的确有其事 还是有人在作假 还是说真的和那个量子理论有关系呢 可能不久的将来 等这个研究出现了结论之后 咱们就能搞清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